好,这个学生类其实也是我们的招并类 好,在这里右键点新键 class 叫做student 其实就是对咱们刚刚的 outshift加s 再进行练习一次 老师带着你再练习一次 pivat 让它来一个screen name pivat 然后来interage 来,一起来吧 outshift加s来一个 空餐构造 outshift加s来一个o 有餐构造 然后outshift加s来一个r 生长setget的方法 那么生长setget的方法这里面 它有get有set对不对 你可以全选 也可以全部选 然后选择get或者选择set 都可以 我们在这全选 OK 好了,标签类咱们就创建完了 创建完之后我要用一下它 因为它我到另一个包去用 711 在这里面我去创建 这里注释掉 我创建一个student类 student对象 s stu dnt 在student类呢 带bin包下 那我想用它的话 是对导包 那在这里老师教过你 哪块件 out加息线 就可以帮我们去导包 来看 导不导进来 导入来了 导入来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写对象的名字 叫s 就等于了 new一个student out加写线 然后就把这个有餐构造导进来 然后来一个张三 然后来一个23 syso 然后来一个s.getname 这个点呢 其实它也是个快捷键 然后加上s点 大家看 我是不是还有这个getage 那除了getname getage 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那这些方法是来自哪里呢 来自它的负类 object类 这个回头我们要讲这个object类 就会提这个事 然后s.getage getage 好了 我们来运行一下 来运行 输出结果 张三23 那现在这种开发 是不是特别方便了 创建一个student类 然后在另一个包下去使用 那么使用它的时候呢 创建对象 并对它 调用它里面的getname和getage 这就可以了 好 这个支持点呢 咱们就讲到这里